刘玄心等人突破五王之后 秦臣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杀冷家 大殿之中众人全部坐定 冷家联盟目前所知共有四大五王强者 分别是冷家冷破宫 无家无成风 归于元宗月冷禅 还有无其宗的燕无集 这四人里以燕无集秀为最高 接近七阶初期巅峰 而月冷禅很少出手 不知深浅 但是料定同样是不到七阶初期巅峰的 至于冷破宫嘛 应该跟月冷禅不相伯仲 最弱的则是无成风 但他也是老牌武王强者 修为不容小觑 黑奴站在所有人面前 沉声道 当年我元家一战 太爷爷独占冷破宫和无成风两人 最终是燕无集暗中偷袭 重伤我太爷爷 这才导致我太爷爷身死陨落 黑奴语气沉重 他虽然只是六阶后期巅峰 但经历过五一大阵的洗礼后 身上竟然带了一丝淡淡的 王者气息 给人一种半步武王的感觉 刘玄心叹了口气 唉 没想到阁下是元家弟子 当年元家被灭 我刘氏也有责任啊 当年皇城 四大家族以元家为首 刘氏一心想削弱 外部势力的权力 所以 虽然知晓元家被袭 却并未出手 只是左手渔翁之力 但没想到 元家一倒 冷家更加狼子野心 数十年来 他们触手变弃了王朝每一个角落 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 对王朝的皇权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若是早至今日 皇室怎么也不会坐视 冷家覆灭元家的 唉 当年老夫也有错 老夫也没为元家出头啊 刘太脸上也有尴尬 当年他正直一袭风发 有王朝第一高手之称 一心突破七阶中心 谁知道后来差点走火入魔了 差点把祖宗的留下的旗艺 也都彻底毁了 当年的事 过了就过了 如今元家只剩我一个了 这天下 早也没有元家的弟子 只有陈帝哥黑奴 不过我元家的仇 不能不报 黑奴沉声说道 等了这么久了 他就等这一天 刘太沉声道 大家放心吧 如今我刘氏与陈帝哥结盟 元家的仇 理应由我刘姐一同出手 如今他突破阶阶中期 对冷家等等 势力是不屑一顾的 刘太老祖 对方实力不弱 我等也不能小觑啊 秦陈提醒道 如今他们虽然一共有六大武王高手 其中呢 甚至有一名七阶中期武王 但此次行动 务必得做到万物一失 绝不能让任何人逃了 否则 对五国乃至对大威王朝 都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事 而战斗嘛 绝不能在皇城发生 皇城里民众太多了 而且危害太大了 必须想办法 把他们引出去 但如何引才能让对方倾巢而出 一网打尽呢 这个嘛 确实还没想好 陛下 就在这时 黄焕焦急地闯了进来 怎么回事 刘学心面色一沉 没看见这有大事商议吗 以前这黄焕挺懂事的 这次怎么这么莽撞呢 陛下 是边境急报 刘焕心下颤抖 但是不敢怠惯 急忙拿出一封万里加急信 他也知道 陛下正在商议大事呢 绝不能打扰 但边境急报 这也不能不成啊 哦 边境急报 刘玄心接过信件 打开一看 顿时面露怒容 这大昭王朝好大胆子 见众人看来 刘玄心喊声道 王朝边境急报 大昭王朝几结百万大军 已潜入我们边境了 而且已经侵占了数十个城市 深入边境上千里 百万大军 刘太面色一沉 大昭王朝怎么这么突然的宣战了 而且怎么大规模 还有 我王朝边境防军呢 干什么吃的 怎么现在才报信 而且让对方侵占这么多城市 大昭王朝还有大卫王朝 乃是势敌 双方接壤边境常年征战 经常会有将士损伤 但很多时候嘛 都是小规模碰撞 死伤可几百上千人而已 可如今 大昭王朝疑似出动百万大军 这显然极为不正常啊 线上说 大昭王朝发兵迅猛 一许雷不及掩耳之事出手 我军来不及反应 便被击溃了 并且 对方似乎知道我王朝境内 每座城市的不防 最关键的是 我军行动似乎彻底在对方掌控之下 刘玄心面色病了 这不可能 刘太怒道 可突然间 他磨光一冷 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不仅仅是他 其他人也是磨光一闪 大昭王朝入侵的时间太诡异了 就像是 理应外合 冷家 众人脑海中间接浮显出一个念头 这冷家好大胆啊 刘玄心气得浑身发抖 但没想到冷家能做出勾结 外部王朝入侵的大威王朝的事来 身上寒气爆发 刘玄心就要冲出宫殿 陛下 你这么贸然出拳 冷家不会承认的 到时候 受辱的反而是你 秦晨沉声道 刘氏虽然是大威王朝的皇室 但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否则何以负重啊 李小 之前你不是向我陈帝阁 订购一批特殊弹药吗 我陈帝阁已经练出大部分了 若是发放到军中 我要祈求 卓清风道 陛下 我气垫也有了陈少的冷火宁兵术 连同顶气阁 延持出全新的制式装备 目前加急感制呢 防御力和破坏力 是原先装备的数位以上 若是装备入新军 躲回石城 轻而易卷 叶柳洪涛也开口 本沙特觉得 先不必着急 这时秦晨突然开口 引来众人目光 让外必先安内 只要先解决冷静联盟 大昭王朝不足为虑 嗯 朕明白了 刘玄欣点头 也觉得秦晨所言极是 只是秦大师啊 咱如何才能引蛇出洞 以往打尽呢 本少已经有了主意了 秦晨淡淡的一笑 只是这笑容嘛 有些冰冷 冷家 得到边境战报 冷破坑等人无比的畅快 那个刘贤心 不是要跟陈定格牵扯在一块吗 现在就是在刘氏灭亡的时候了 冷破坑几人面露猖狂 各自笑个不停 老祖 有秦晨的消息了 就在这时 冷非凡突然走上前来 激动他 老祖 根据现报 那秦晨今天带着一群人 离开皇城 朝玄州方向去了 什么 这小子终于动了 好啊 太好了 不过这小子上玄州干什么去 冷破坑等人目光一冷 沉思起来 这一个多月 秦晨一直待在大威王朝皇宫 冷破坑几人想要动手 哪都找不着机会 如今听说秦晨离开皇城了 顿时是面露狂喜 只要是灭了秦晨 陈定格便是无主之物 到那时候 大威王朝让大洲王朝灭了 陈定格所有东西都是他们的 不过呀 让冷破坑他们怀疑的是 秦晨这时候离开皇城 上玄州干什么去了 这小子 明明知道我们狠急入骨 这时候突然离开皇城 不会有诈吧 吴承风目光一鸣 忍不住说道 燕无极等人瞳孔也是一缩 不由得点头 这秦晨突然离开吗 确实是有些诡异 能活这么久 成为武王强者 他们自然不是卯撞之辈 心思是极为缜密 自然是不愿意轻易冒险 诸位 想太多了吧 那秦晨不过一小小武者 他能是什么诈 冷破坑却是一争冷笑 极为的不屑 那个秦晨自然不算什么 但刘氏老祖可是悲疼一般 燕无极沉声道 皇室刘太老儿 一身修为拟天 不可不妨 这倒是个问题 冷破坑脸色能看 他冷戒联盟拥有四大武王 就算皇城有刘太和复兴城 两大高手 其实他们也不在乎 毕竟呢 刘太虽强 但和复兴城两人联手 想对付他们四个 这也是极为困难的 只是就算刘太杀不了他们 一旦被皇室抓住把柄 直接针对他们冷戒 那冷戒 依旧是抵挡不住 如今冷戒已经极为凄惨了 若是再被皇室镇压 恐怕距离分崩离析 也差不了多远了 凭我们四个 足以跟皇室斗生一道 但这还不够 若再加上墨家 那就彻底万无一失了 皇城中共有三大家族 冷家 墨家 吴家 其中墨家只比冷家稍弱一点 甚至还在吴家之上 墨天明那老东西狡猾得很啊 我几次拉拢了他 他都不肯答应 这次我依旧暗示了他 但到现在 这老东西还是没消息 冷破宫脸色难看 冷横倒 这等明顽不灵之人 若等大洲王朝共破皇城 必然要他好看 老左 墨家墨天明老祖前来拜见 就在这时 一名冷家长老突然前来禀报 哦 墨天明来了 冷破宫一正 还真是说他来 他就来了 这个墨天明这时来干什么 难道是答应啊 冷破宫眼睛一亮 哎 快快有请 冷破宫别来无恙啊 墨天明是一名身穿灰色长袍 有着山羊胡须的老者 一进门便对冷破宫拱了拱手 此时场上只剩冷破宫一个人了 燕无奇等人 不清楚墨天明的来意 早躲在那时了 墨老祖 真是极客呀 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冷破宫一挥手 将对方迎进来 向着他 墨天明不置可否地看了眼冷破宫 而后目光看向冷破宫背后的房间 恰恰的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